国立台中图书馆 国立台中图书馆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图书馆 那么今年我们就要过86岁的生日了 我们这个馆长久以来 就对台湾地区的读者来做过服务的工作 那么也因为这个馆另外有很多的日文古籍的这种特长 还有一部分的日文的报刊资料 所以经过数位化以后 也有很多的海外的学者专家 文史工作者对这块有研究兴趣的 也经常到馆里边来收起资料 或者是上网来搜索 我们在启用一个资讯平台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应用记者会的方式来做一个宣传 可是记者会的方式 并不见得说所有的消息都会上到媒体去 而且每次上的话都只是一天的一个讯息而已 所以说这次我们在一个研考会办的一个 主办的一个活动之中 我们了解到Google AdWords它的一个宣传的效果 然后因为我们资讯平台它的一个宣传方式 正好在网路的宣传上是 我们认为是比较具有一个它的效果存在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毅然决然决定说 采用Google AdWords的方式来做一个尝试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种Google AdWords的方式来做一个宣传 其实可能也是考量到这个系统的一个使用性 那原则上会用到电子输入这样的一个性质 多少对电脑跟网路的接触呢 它是应该会有一些熟悉的一个使用的经验 那它既然会用Google来做一个搜索的话 相对它可能对网路的使用经验 应该是具有一定的使用经验的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它会用Google来搜索到它所要的一个目标 然后延伸到我们的电子输平台的话 它在使用我们的平台 在上手度上应该会比较快 我们电子输平台主要吸引的对象 是以爱书人士为主 那初期的话我们也比较希望能够吸引到一些 就是愿意尝试新科技的一些年轻的使用者 那所以像我们这个Airworld广告的投放的目标 就大概会是以像网路作家的部落格 或者小说频道跟一些书籍比较网站为主 那这个也这样子的策略 也非常成功地吸引爱书人士的目光 以电子输服务平台而言 在广告期间有将近45%的流量 是由Google的关键支广告带入的 除了文字的广告以外 那这一次其实也搭配了蛮大量的图片形态的这样子的广告 那其实以这种图片形式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活泼 而且更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 就是读者的一个目光 以前用新闻传单或是新闻媒体 或是平面式的一个宣传单 它的方式 就是它的讯息是一个单向式的 那到底接收者它的一个反应怎样 我们并不知道 那可是透过Google AdWords 它的一个对使用者的一个回应呢 我们知道说使用者它可以关注到 关注在哪些的关键字 那这样对我们后续 即使以后没有这个广告了 我们在后续上 可以就这个系统的一个开发 跟系统的一个发展 会给一个做一个调整跟发展 Google AdWords在台湾有在地化的一个授权代理商 那并且也有专属的客服专员来提供本馆 就是各项的资讯跟服务 那我们是透过上线前 比较充分的一个需求确认 那就代理商就会协助我们将广告主动的 推放到各个网站去做一些行销的推广 代理商协助我们的会提供 就是除了一些文案的一些设计以外 那包括也会有一些图样 就是说一些图片的设计 那感觉是蛮活泼 而且也蛮吸引人的一些广告词汇 图书馆 Google 给你一些知识 Yeah